好,各位北美新浪網友,大家好,我是新浪的主持Susan 今天我很高興我們請到了我們的閃耀的巨星羅大佑來到我們的北美新浪嘉賓訪談室 那請羅大哥跟我們新浪的網友說幾句話好嗎 各位網友你好,Susan你好,大家好 羅大哥今天來到灣區的話,不知道你是第一次來到灣區呢,還是說之前就有來過 來過兩次吧,這是第三次 那您之前說,我知道您出生在台灣,然後在美國,香港,中國大陸也都待過 那這些地方的話,讓你有一種比較游子的情緒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你有皇后大道東,陸港小鎮,這些地點的作品 那不知道您當時創作的想法跟心境是什麼樣子的呢 你剛剛已經講到啦,其實這是一種游子的心境嘛 我想,世界上可能分成兩種人嘛 一種人他就是一定要待在家裡的,他去旅行,要常常出去到處玩 可是他最後一定會回家的 一種就是,他有時候出去,他覺得外面會比較有趣一點 再怎麼沒有錢,他會去闖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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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蕩 然後可能他有一天會落葉歸根,也不見得會回家 但是呢,他就有一天會在外面,可能會定下來之類的 所以他,就是人會奮奮,一種往外闖,一種會待在家裡 那所以您歸類自己比較屬於 我屬於大概是往外跑那種 OK,好,那我知道羅大哥之前也幫林淮明,也是未到中學的學長 去做過有關,就是舞台劇方面的創作 那您創作的idea或是想法是什麼樣子的 這種想法像跟林淮明他們那個,原本五級二 那時候羅曼菲,那個天國出手 都是,我想都是一個要雙方很足夠的磨合 然後要創作者彼此要很了解一種心境 譬如說他們是用身體來表達,我是用耳朵來表達 那怎麼樣使這種磨合一定是一種雙方之間很強很強的一種 共振的一種結果 那我知道說像您本身是學medical,就是醫學方面 那您又把medical跟音樂有music這種結合 那你覺得你在詮釋這兩方面的東西 或是說自己覺得這兩個東西的差別 然後對你自己的影響在哪裡 聽說是你爸爸也是台北,台灣中唯一要學運畢業 同校,同一個學校畢業 我覺得醫學的人有一種特色 就是他們本身的音樂細胞也很強 因為像爸爸也是,就是學學彈一彈鋼琴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人生命的問題 一個是精神的生命,一個是肉體的生命 所以你覺得可以透過音樂去治療人的精神方面的 我當初沒有想的那麼偉大 我只是覺得說音樂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讓人活得還不錯 好的,好謝謝羅大優法官 謝謝